他气匆匆地走向一架外星飞船 操起巴掌用力拍打他的表面 这可把周围的吃瓜群众吓唤了 生怕下一秒飞船就会发怒将女人弄死 可万万没想到 飞船竟然乖乖地打开侧门 接着就看见一个男人从上面走下来 看到丈夫安然无恙丽莎欣喜万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两名自称中情局的特工突然造反 询问起尼克超主来到地球的目的 尼克连忙解释说 超主抓他却只是想委托他做一个中间人和人类交流 并没有说明他来地球的原因 但临走前交给他一个银色的瓶子 至于里面装的什么他也没说 看到瓶子后男人两眼放光 希望尼克能交出来 没准这个东西关乎地球的命运 听到这里尼克立马警觉起来 毕竟他还没搞清楚这两人是什么来路 可万万没想到 身后的两名手下立马掏出枪想要硬抢 这可把丽莎吓坏了 急忙举起双手投降 示意尼克赶紧把这个烫手的山域交出去 否则小命不保 但没想到尼克留了个心眼 就在两人交接时偷偷地拔掉了饼干 刹那间玄机在半空的飞船发出了嗡的一声 本以为他要开始攻击人类 可没想到声音之后 不管是大人或者孩子身上的疾病竟然全部消失 在飞船降临地球四个月后 超主第一次对人类做出了反应 没想到送来这样一份大礼 至此尼克甘愿充当了超主和人类之间的传话者 他游走在各国政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大肆宣扬超主对人类的善意 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竟然会这么贪心 虽然对超主的真实面目充满了好奇 但他们最关心的是 超主能否帮助人类阻止死亡 与此同时 部分人类极度反感超主的同志 认为超主的种种作为是在思维入侵 这比发动战争更加的可怕 眼前这个老头正是某时报的幕后老板 有绝对的舆论号召令 正准备集结一个自由团与超主抗亡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制定计划的时候 被超主派出的小型飞船兼听的一清二楚 在发布会上碰了一鼻子灰的尼克 急忙返回飞船 请求超主以真面目视 这样一来才能和人类相处的更好 可没想到超主却异常的反应 因为他心里十分的清楚 人类根本无法接受他的外形 虽然解除疾病后 他已经慢慢被人类接受 但还不代表完全的幸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解除了航空母舰上所有的武装 将其改造成了送粮船 并强迫一些石油铲箔放弃石油生意 将原有的输油管道赶为淡水管道 试图解决水资源匮乏的 南非洲地区的淫水问题 即便是对方援手提出了反对 但在强大的武力面前 他也无可耐 就算是全世界也不敢和超主抗号 更何况他一个弹丸小狂 至此人类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不仅没有疾病甚至可以长生不老 就连衣食住行超主都安排得妥妥当的 但反对超主的自由团也不敢善罚甘休 经过几年的发展 他们日益壮大 特意制作了一期短片 将超主比作战史的希特勒 不经意间清晰人类的灵魂和思想 时常在世界各地组织大规模游戏 大喊着超主滚出地球团团的家园 甚至虚拟出超主的怪物形态登上报纸 听到这个消息可把超主气坏了 心想老子在这里让你们想 你们却将我比作怪物 接下来他就要人们清楚地认识到 反对他的人是什么下场